大家好,我是三秒鞋,肥猫,逃逃上岗 我之前聊过一期二战时期日本的九三式长矛氧气鱼雷 那个鱼雷的特点是什么来着 整个的助燃剂是因为是氧气 所以它的射程理论上讲是同等气罐体积的盟军鱼雷的五倍之多 但是这样的鱼雷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您射程既然如此之远 而且没有导引头的情况下 这个准头非常非常难以保证 所以我们说鱼雷通常是一种近战兵器 您要是想在这种远程袭击当中用鱼雷 准头又没有保证您用鱼雷干嘛呢 而且一枚鱼雷其实挺贵的 二战的时候德勋的每一枚鱼雷的造价 其实跟他的四号坦克的造价差不多 您想想这几枚鱼雷打出去 几架坦克的造价就已经没有了 那对于日本海军来说 当然也是这个样子 我也希望这个美发必重啊 对不对 那么到了战争后期的时候 这个日本海军已经愈发的力不从心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当时日本海军就提出了 我们要提高命中率啊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怎么提高命中率呢 加制导呗 哎 怎么制导呢 哎 简单 这个简单 人肉制导 于是了就有了这个日本海军航空兵这样的一种神风特攻队 对不对 然后神风特攻还不行 还有回天镇阳扶龙等等等等啊 听我一一跟您道来 我们的重点这期讲讲回天自杀鱼雷 它是怎么回事呢 九三式氧气动力鱼雷这东西看起来不错 那射程很高 但是呢 这个毕竟没准头不是 好 我把这个氧气鱼雷的尾巴给留下来 然后前面呢 我给他加一个大的这个仓室 哎 这个仓室能做一个人 这个人呢 有一个这种且光性啊 这样的一个东西 能够看到外面 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其实比九三式鱼雷已经大很多了 这里面因为能做一个人吗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自杀鱼雷 它是仿照着意大利那种蛙人的鱼雷来设计的 我们说意大利那种蛙人鱼雷之前我讲过啊 那还是在去年的时候 这个乌克兰的小艇去偷袭了这个塞瓦斯托波尔 那么我去讲了意大利当时的蛙人 人家是真正去操纵那种蛙人鱼雷 去在英国的亚历山大岗去炸成了英国的两艘战略舰 但是意大利那种蛙人鱼雷 蛙人是能逃走的 能逃走的 它有一个逃生段 日本的回天鱼雷啊 昭和南尔很有精神 就把这个逃生段给取向了画一下 大家看看这个到底它长什么样子啊 这个人呢就坐在这个里面啊 就坐在就坐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然后呢你就只能通过这个潜望镜去看外面 然后去控制它的抚养下陷 嗯 这个回天鱼雷首先有了制造 对不对 那命中力肯定是会理论上讲提高 而且因为你前面大了嘛 整个的战斗部装要是一吨 理论上讲一颗回天 就能够把一艘战略舰彻底的给送进海底 对不对 那当然啊 这个特工队员一旦进去 您就逢想出来了 如果没撞上敌舰的话 您就自查吧 对不对 要么手枪 要么切腐 要么是有情话 之前那个微信上是有一个文章 就连载了一个军医 他的一个回路 跟着日本潜艇去这个执行这种回天鱼雷的特工任务啊 在这个出发之前收到了小袋子 绝密啊 特工队员自绝时使用的这种情话甲的这种粉末 然后我们看的就真的是一阵的这种恶心啊 对不对 那回天欲雷 那理论上讲就是一种人操的微型潜水艇 刚才我提过 他的一个渊源是意大利的这种蛙人 对不对 而另外一个渊源就是日本二战 他用的这种甲标地 甲标地是什么呢 过去他是一种那种微型潜水艇 这种潜水艇他们戴两枚 1941年末 那么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时候 是用了这么五艘甲标地小潜艇的 那当时战果为零 但是造就了所谓的珍珠港九军神嘛 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日本海军呢 觉得这个东西也还是不错的 然后就结合各种想法 当时是仁科官夫和黑怒博斯 两位海军的这种军官就提出了这个设想 并且造出了这个原型 当然你知道这个东西太大了 对不对 那个一般的鱼雷发射管里面的装不下 只能固定在这个潜艇的这种挺身上 然后这两位呢 是夜以细日的操练 结果有一位呢 在训练的时候 就在这个大金岛 然后操练的时候 那个回天就扎进了泥里 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然后日本有一电影叫 《没有出口的海》 那个严重的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 真的是一部特别特别棒的反战的影片 那个加紫园棒球赛的那个投手 对不对 在战争的后期去驾驶回天去训练 然后他那个电影的最后啊 那个主角就是驾驶着回天 故意就扎向海底就这么死了 对 这个其实是有这么一个历史渊源的 理论上讲 有了回天之后啊 那么日本的潜水艇 这个鱼雷命中率就会大幅增加 当然你潜水艇 你这么带着回天啊 那你当然你不如把这个回天给去掉啊 这样在水下行动更加自在 你这么带着回天 肯定啊会受到各种影响 但是啊还是要用 1944年11月 日本的潜水艇带着回天去突袭美军的这个乌利锡环礁 乌利锡环礁是美军在太平洋上 很短的时间内海军工兵 营建的一处大型舰队矛地啊 当时啊 那通袭乌利锡环礁的这个故事 我记得应该是生物课 还是地理课的时候 还被作为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日本海军模拟当地的那种热带的虾的那种叹叹叹叹 那种声音 或者说日本海军的那个潜艇的声音 刚好跟那个虾发出的那种虾群发出声音是一样的 所以美国的那种圣诞兵就没有引起重视 让潜水艇混进了乌利锡环礁附近然后发生了回天 然后呢 密西西比瓦号邮轮就被击沉当场 然后那个大火燃油 到现在还没给抽干净 对 您没听错 到现在密西西比瓦号邮轮的这个燃油还没有抽干净 于是好 很有精神 但是啊 在这之后啊 这个回天发现它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 最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日本的潜水艇它自己很容易被盟军的这个反潜给逮到 您看就像那个我之前讲过日本还有一种自杀兵器叫什么呢 叫樱花 对这个音速雷击队啊 那个动漫里面 它这个样子 它的速度是可以达到音速的 对不对 但是它载机是笨拙的一式入宫 所以说根本就没有等到它到现场就会被美国的战斗机给击落 那么回天也是类似的 还没有等到您啊去摸到环郊里面可能就会被美国的反潜力量给针对 对不对 那所以进入1945年之后回天的战国了了 当然对日本还想了其他的一些自杀武器阵阳 对不对 那个小快艇 就那恐怖分子当年战克尔号那种小快艇一样 希望当时美军在这个日本登陆的时候万挺齐发干掉美国鬼畜 当然这一切后来就成了泡影 那就是浮龙什么意思呢 穿着潜水服的这种自杀队员啊 在这个美军预计登陆的时候取个长杆 他们绑个炸药 然后这个美军这个坦克登陆舰过来的时候 嘿一戳 然后坦克登陆舰就炸了 当然自己也没了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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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日本二战后期的这种自杀武器 而回天是当中仅次于一个神风飞机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回天最后一次疑似的作战啊 是发生在1945年的7月底8月初那个时候 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 带着原子弹小男孩和胖子啊 去到了提尼安岛之后 然后全速的往菲律宾航行 途中遇到了日本的潜水艇 那么当时日本潜水艇的舰长乔本乙行啊 是有存疑的 当时说是否用回天击沉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号 这个回天队员强烈要求出击 但是乔本乙行拒绝了 据他的说法还是用普通的鱼类干掉了这艘重巡洋舰 那当然这件事情是美国海军 历史上一个永远永远的一个耻辱 永远永远的伤痛 这都是一个另外的一个话题了嘛 但是回天从此之后 也就落下了帷幕 很多很多所谓的那种 你说自杀攻击也好 或者什么什么也好 这样的一些东西就以这种方式落幕了 那么最后呢 这个你要说这些自杀攻击 包括神风队员也好 什么什么也好 他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巧了 也就是这两天 赛品队长啊 我发了一张照片 说什么呢 赛品尔 你看你能不能讲一讲 什么呢 这是一个日本神风特工队员的遗书 这是一个当时的大学生啊 念一段啊 我感到非常骄傲和光荣 能够被征召作为象征日本荣誉的特工队成员 我学生时期阅读过的逻辑与哲学 以及基于理性的思考 使我确信自由终将胜利 尽管我看起来像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正如意大利的克罗奇所说 自由是一项人的本性 它可能暂时被压制 但它绝不会被扑灭 自由最终一定会胜利 这是一个普遍真理 显然独裁与集权统治可能偶尔会得势 但他们总会灭亡 然后说了 你哪对这样的一些一些东西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很拧吧 你既然都热爱自由相信自由 但是你被征召为特工队员 你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然后还说 我确信真理的普世性 将会永久的证明自由的伟大 就像现实和历史所显示 在我的信念得到实现时 我会无比喜悦 尽管这对于我的国家来说 意味着一场灾难 那再说的直白一点 我们这些飞行员们就像是自杀 而且只是一台机器 那个我希望挚爱的日本尽可能被我的同胞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 在这样的情绪状态下 我的死可能毫无意义 啊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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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我读了这个之后 感觉就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这个人是一个很拧板的人 是一个你可以说是无可奈何 在战争当中当炮灰 你可以去同情他 你可以去可怜他 你可以去骂他 你可以去嘲讽他 对你就是死到毫无意义等等等等 但是呢 包括这封遗书 我们可以想点更多的东西 那么很多人总是说 这个战争的时候你饭都吃饱了 你还要自由干什么 看到没有 这就是自由的意义 如果自由被压制 如果独裁和威权 如果谎言 如果一切一切的不正常的东西 他占据了上风 那么一个自由主义者 就只能如这样去死亡 这难道不是悲剧吗 对不对 行 今天这个话题有点沉重 咱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感谢沙挺队长 感谢Toto 感谢小伟八 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频道 拜拜